大家好,这里是漫游频道 这期视频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四川传统美食军豚锅盔 这是一道历经百年沉淀的美食 口感极佳 吃过上瘾 在视频里 我将向大家展示如何制作出口感极佳的军豚锅盔 让大家尽情享受美食的魅力 彭州军岳镇出产的郭奎是四川的著名小吃之一 据说起源于三国时期 当时诸葛亮派前手下大将姜维在成都彭州是军岳镇休养屯兵 木马练兵 姜维是枪族人 喜欢吃糊饼 因为这种饼制作简单 携带方便 是部队行军打战必备的干粮 今天的郭奎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源的 郭奎最初是作为行军打仗的干粮而产生的 北方和南方都有郭奎 但由于地域不同 两者的口味也有所不同 逐渐形成各自的传承 彭州军岳镇原名军屯镇 四川有很多这样的名字 因为诸葛亮在蜀地屯军而得名 彭州军岳镇古时候是诸葛亮屯军机具粮草 以攻打卫草的重要据点 距离成都只有四十余里 开车一会儿就可以到达 这里出产各种美食 有以彭州军岳镇的苏国魁最为著名 还有传说 慈禧逃难到成都时 情境十分窘迫 饥饿难耐 尽管成都自然资源丰富 但在急需食物的情况下 只想找些填饱肚子的食物 于是 成都人纷纷献上食品 其中就包括一位成都人 有传言是马福才的师傅 献上的锅魁 慈禧品尝后 赞不绝口 并询问这是哪里的锅魁 原来这是军屯锅魁 也称为苏油千层饼 选用优质食材 历史悠久 制作精细 独具特色 因其香 酥 脆 细嫩广受川西地区欢迎 再者 因为地理和气候的原因 中国南北方的主要粮食 有所不同 南方以水稻为主 北方以素 麦为主 这也导致了 南北方人的饮食习惯不同 南方人喜欢吃米饭 而北方人则喜欢吃面食 因此 饭到羹鱼和饭面食肉 一直是南北方饮食文化的特点 然而 四川是一个特殊的地方 尽管云南 贵州 湖南等地方的小吃 以米线和米粉为主 但在四川 丹丹面 四川小面和锅魁等面食 早已出现在餐桌上 这是因为在三国时期 刘备的政权入川以及唐朝安史之乱后 黄河流域发生了政治动荡 战乱平仍 经济残破和民不聊生的情况 因此 北方人开始向南方迁移 而四川则成为吸纳北方移民最多的地区之一 大量的北方移民迁入四川 也将北方的饮食习惯和烹饪技巧带到了当地 从而对四川的饮食文化产生了影响 白居易在元和十四年 八百一十九年 担任中州刺史时 在写给万州刺史杨归后的诗中提到了胡马炳 并表示中州的胡饼完全模仿了京城长安的做法 他还寄给饥饿的杨刺史一些胡饼 希望杨刺史能品尝一下 军屯郭奎就是北方面食文化在四川发展的一个例子 苏郭奎是由彭州军岳镇的周乐泉和师傅马福财 原本是成都北门的马郭奎共同研制而成 选择东北小麦粉 并遵循古老的传统 采用八分之二的配面比例 精选老面和紫面 科学控制用量 以获得更劲道的口感 选用农户散养的土猪肉 并进行严格的检测 以确保肉质的安全和质量 使用生猪板油作为头盗馅料 这使得馅料香气十足而不过于油腻 选择肥瘦相间的肉馅 这使得锅馗口感滋润而不柴 使用传统压榨的菜籽油 选用新鲜的原料 以保证油的浓郁香气 这是制作外酥里嫩的锅馗 必不可少的配料 精选四川汉原花椒 以获得自然的麻香口感 直达舌尖 也选择四川本地的芝麻 力大饱满 味道浓郁清香 此外 还对原有的非宜传统配料 进行了升级 其中五香猪肉味增加了30克的瘦肉 麻辣牛肉味也增加了30克的瘦肉 这样的馅料更加充足 每一口都能感受到肉的丰富口感 相信这会让大家更加期待 现在 苏锅馗已经发展成了十多个品种 如鲜肉锅馗 椒盐锅馗 化丝盐锅馗馗等 享有盛誉于南北各地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点赞 订阅和转发给你的朋友们 如果你有制作军屯锅馗的经验和心得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 在我对他的 taps 并和转髅